欢迎收听夏目术时长篇小说《我是猫》 第一集 也是只猫 名字嘛 啊 还不曾起呢 在什么地方出生的 完全没弄明白 反正就记得是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喵喵叫来着 在这儿 也头一回见着了人类这种生物 而且后来听闻 所谓的书生 就是人类中最粗暴凶残的族类 据说这书生时常会抓了五等来煮着吃 然而爷当时尚不小事 所以并不知道害怕 只是被他刷的一下提起至于长上时 也觉着有点飘飘忽忽的 爷在他手掌心上平静下来 就看到了书生的脸 这就是爷与人类的出会吧 当时那见鬼的感觉 至今又存在爷的记忆之中 首先是该装饰以绒毛的脸 光溜溜的活像只水壶 后来爷也碰上过许多猫 但像他这样残缺不全的 也是一次也没见过 不仅如此 那张脸的中部一军凸起 还时不时地从两个窟窿眼里 咕嘟嘟地冒烟 爷的嗓子 着着实实被呛得不清 近来总算知道了 原来 这就是人在吸烟哪 爷端坐于书生的掌心 心情甚是愉悦 然这书新的光景 只持续了不过片刻功夫 便突然天旋地转起来 飞快的转动 搞得爷晕头转向 也分不清 是那书生在动 还是爷自身在动 只觉得头晕目眩 胸闷欲偶 爷正想着 五命休矣 便咚的一声 被摔得两眼直冒金星 爷就记住了这么多 至于后来又发生了河市 便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猛地回过神来一瞧 书生不见了 众多的猫兄猫弟 也都一个不见 就连爷最心心念念的 母亲大人 也消失了踪影 而且如今所处之处 推亮堂了 爷与爷从前待的地儿 大不相同 简直明亮地刺眼 嘿哟 这情形是怎么巧怎么古怪 爷一边复飞 一边试着 慢吞吞地爬起来 浑身上下疼得厉害 原来 爷是被从稻草堆上 一下子扔进了 竹子丛生的旷野里 爷好不容易爬出了竹丛 就见面前出现了一个 极大的池塘 爷在池塘边坐下来 考虑着如何化解 眼下的酒精 然思考多时 终究无果 过得片刻 爷琢磨着 要是哭声一番 会不会引得那书生 前来迎接呢 便试着喵喵叫了几声 却压根儿不见有人来 此时 寒风刷啦啦 刮过池面 眼见夕阳西下 行将入目了 爷的肚子好饿啊 饿得哭都找不着调了 没奈何 爷下决心 不管怎样 要先到有食物的地方去 便慢吞吞 悄无声地 沿着池塘边开始 向左转去 爷行得实在艰辛 咬牙坚持不懈的前行 终于来到了 有人烟的所在 瞧着眼前的一堵篱笆墙 也心中暗道 若能进得此处 好歹能解燃眉之急吧 心中想着 便从竹篱笆的破洞里 钻进了一户人家 缘分 可真是个 不可思议的东西 若不是这篱笆墙上 有个破洞 爷说不定 就要饿死路旁了 这就是常说的 前世姻缘吧 这墙根下的破洞 时至今日 仍是爷拜访 林家花猫的通道 且说 爷爬进了人家的院子 却不知接下来 该怎么办了 就这么会儿功夫 天黑了 爷肚子饿了 身上又冷 偏用下起雨来 行尸刻不容缓 没奈何 也只得朝着那温暖明亮的地方行去 如今想来 爷那时 已经钻进人家家里去了 在这里 也有幸见到了 除那书生之外的 其他人 第一个遇上的 是米庸 这位 比之前的书生还要粗暴 刚一见面 就拎起了爷的后脖梗子 直接将爷摔出门外 唉 这回算白费劲了 爷失望地 闭上了双眼 听天由命吧 只是 为时饥寒难耐呀 爷趁女佣不备 又瞅了个空子 钻进厨房 结果 不过片刻 就又被扔了出来 爷钻进去 又被扔出来 再钻进去 又被扔了出来 爷记着 这么来来回回 总得有四五次 爷当时就恨透了 那个叫女佣的家伙 直到前些日子 偷了他的秋刀鱼 爷才算是报了仇 出了这口恶气 最后一次 眼看又要被他扔出去时 何事喧哗 这家的家主 夺不出来了 女佣倒提着小爷 向他家主人回禀道 这只小猫崽子 扔他出去多少回了 他还是爬进厨房来 真是烦死了 主人撵着鼻下的黑毛 打量了一番爷的形容 道 既如此 就留他下来吧 说完 转身又夺回房中去了 主人看起来 是个寡言少语的人 女佣满心不甘地 将爷扔进了厨房里 就此 爷便决定 把这家当作爷自己家了 爷家这位主人听说 职业是教师 他极少与爷碰面 从学校一回来 便终日稳坐书房 几乎不见出来 家人都以为 他是个勤奋的学者 其本人也做出一副勤勉的 学者风范来 然而 实际上 他却并非如家人 所说的那样 勤言学问 爷常涅足溜进 他书房中去窥探 发现他大多数时候 都在歇赏教 刚刚翻过的书页上 时常沾着他流下的口水 他由于胃弱 皮肤缺乏弹性和活力 带着病弱的浅黄 可他偏偏又贪吃 吃多了之后 再吃胃药消化 吃完药翻开书 读上个两三页 就睡着了 口水就流到了书本上 这便是他 夜夜重复不错的活动日程 无虽生儿为猫 却也常常思考问题 觉着教师职业 实乃一桩美差 若有幸生儿为人 无事必以教师为职业的 以如此酣睡为业 无等猫类也干得来 可这等美差 若要叫主人一说 便成了这天底下 最艰辛的职业 没有朋友来访 他都必要抱怨一番才罢 爷刚到这个家时 遭到了除主人而外 所有人的厌弃 不管到哪 都被人一脚踢开 没人搭理 究竟爷有多么 不招人待见 仅从到现在 也没人给爷 起个名字这一点上 就能看出来 唉 无奈之下 爷只得尽量 傍在主人身边 早上主人看报纸时 爷必会趴在他的膝上 白天 他先赏午觉时 也便趴在他的背上 爷这样做 未必就是喜欢主人 实在是没人搭理的 无奈之举啊 后来在积累了许多经验之后 也选择了早上睡在饭桶盖上 夜里睡在被炉上 天气晴好的正午 睡在阎廊下 不过最开心的 还是夜里钻进这家 小孩子的被窝里 同他们一起睡 啊 说到这家的孩子 一个五岁 一个三岁 夜里他俩同睡一间屋 一张铺 也总能在他俩之间 密得一处容身之地 想尽办法应急进去 可若是运气不好 弄醒了一个小孩的话 那就闯大祸了 小孩子 特别是那个小的 品性最坏 深更半夜的 也不管不顾的大声哭叫 有猫 有猫 于是 那位患神经性消化不良的主人 必定会被吵醒 从隔壁跑过来 前几日 他还用尺子 打了爷一顿屁股呢 也和人类同居一处 观察的多了 便得出个结论 他们都是些 自私 任性的家伙 特别是 常与爷同辈而眠的 两个小屁孩 更是不可理喻 他们一旦任性起来 就把人家大头朝下拎起来 或是拿袋子 套在人家的头上丢出去 或是 塞进炉灶里 而且无稍有要还手的意思 他们一家子就全体出动 四处围追堵截 对爷横加迫害 前些日子 爷在塌塌米上 稍稍磨了磨爪子 主人的婆娘便勃然大怒 爷自此 再难进入卧室了 任爷在厨房的木地板上 冻得瑟瑟发抖 他们也无动于衷 爷素来敬重 斜对面的阿白 每回遇见他 总是说 再没有比人类 更冷酷无情的了 阿白前几日 生了四只白玉式的小猫 但据说 在第三日 四只小猫 就被寄居在那家的学生 全部拎到房后的池塘边 扔进了池塘里 阿白流着泪 将血泪式 从头之尾 讲述一遍 继而道 不管怎样 五等猫族 若要完整地享有 父母子女之爱 过上幸福美好的家庭生活 就必须要与人类开战 彻底将其剿灭 爷认为 这番言论 甚是正确有理 另外 隔壁的三花君等 对于人类 不懂所有权的问题 表达了极大的愤慨 原本 在我们猫类同族之间 不管是成串的 咸沙丁鱼头 还是滋鱼的肚脐 向来都是 先发现者先得 若对方不遵守这项规则 便诉诸武力 然而 人类却毫无这种观念 五等发现的美食 必为他们所掠夺 他们仗着自己强大有力 便心安理得的 将该属于我们享用的食物 据为己有 阿白住在一个军人家里 三花君家的主人 是个律师 只有爷 是住在教师家里的 在对待这种事上 比起那儿未来 算得上是个乐天派 只要这日子 好歹能一天天过下去就行 即便是万物之灵的人类 终究也不可能 永享盛世荣宠 且先耐下性子 等待无猫族时代的来临吧 因为是随性而起的一些回忆 那便简单说说 吴家主人 因随性而起 招致失败的事吧 吴家这位主人 本无何等出众的本事 却世事都爱伸伸手 写牌剧给杜鹃投稿 写新体诗投递给明星 又或是写些错误满篇的英语文章 一时兴起 又热衷于弓箭和学唱摇曲 一时又把小提琴 拉得枝丫作响 然可悲的是 没一样能拿得出手 他这引头一上来 便异常痴迷 连卫病也浑然忘却了 就连上个茅厕 都要哼唱摇曲 因而邻里之间 送了他个 茅厕先生的魂名 不过他对此毫不在意 依旧自得其乐地反复吟唱 某家乃平家将 宗圣是也 众人挤欲喷笑出声 接讽他说 瞧 这位就是宗圣将军呀 这位主人 一天到晚也不知道 瞎想些什么 爷入住他家一个月后 恰是他发工资的日子 那天他提了个大包 急匆匆回到家中 爷正琢磨着 不知他买了些什么 就见原来是些 水彩画具 毛笔和图画纸 显得是要打劲儿起 气了摇曲和牌具 决心学绘画了 从第二天起 有一阵子 他便日日待在书房里画画 白天也不睡大觉了 只是画的那些东西 谁也鉴别不出来 究竟是什么 他自己大约也觉得 画得实在不像样吧 有一天 一位搞美学的朋友来访时 便教爷听到了 底下这番言论 我怎么画也画不好 看别人作画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得的 可自己一动笔 才深感此道之艰难啊 这便是主人的心声了 诚然此言不虚 他的朋友 透过金丝边眼镜 看着他的脸道 是啊 不可能一上来就画得好吗 首先 就是不能光坐在屋子里 凭空想象作画 意大利画家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就曾有言道 若要作画 最应描绘的便是自然之物 天之星辰 地之路滑 飞之琴走之兽 池中金鱼 枯木寒鸭 大自然便是一幅巨大的画作啊 怎么样 君若也想画些像样的画作 那就画点写生画如何 诶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说过这等话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不错 原因如此 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 主人感佩万分 金鞭眼镜后的笑容 看起来却似 带着一丝肌疯 次日 爷又如往常一般 照例去狼子下 舒舒服服地睡午觉 主人却魄力走出了书房 在爷身后 频频捣鼓什么 爷忽然惊醒过来 不知主人究竟在搞些什么 便将眼睛睁开了 一分宽的一溜细缝查看 却见他正心无旁骛地 以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自居 爷瞧他那副样子颇为可乐 叫人忍俊不禁 作为他被朋友嘲笑的结果 第一个反应 竟是为爷画写生画 爷酣睡已足 忍不住想打个哈欠 可是 主人好不容易 由此热情直笔挥毫 爷怎好意思就动作起来 只得一动不动地 强自忍耐 他现在 刚勾画出了爷的轮廓 正在给脸部一带上色 坦白讲 作为一只猫 爷确实算不上伟案出众 脊梁也好 毛色也罢 还有脸型 爷都绝技不敢妄想 咽压群猫 可是 不管生得怎样可尘 想来 也不至于如主人描绘的那般 奇形怪状 首先 这颜色就不对 爷的毛色乃是如波斯猫般 带点黄的浅灰色 中间夹杂着如气的斑纹 这一点 甭管谁来看 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可是 瞧瞧如今主人涂抹的颜色 黑不黑 黄不黄 灰不灰 鹤不鹤 也不是混合了这些颜色的综合色 只能说 它确实是一种颜色 或者说 是一种 难以评说的颜色 更不可思议的是 竟然没有眼睛 因为这原本就是一幅 睡泰写生画 对于眼睛倒也无需特别强调 只是 连眼睛的部位在哪都看不见 可就搞不清是虾毛 还是睡猫了 爷心中暗自复飞 就他这块料 甭管怎么按着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的建议行事 也成不了事 可对于他那股子狂热劲 爷还是不得不佩服的 爷本想尽可能地稳住身形 不动分毫 然是才起 便已有的尿意 此时已是迫切地憋不住了 爷绷进了浑身的肌肉 急不可待 刻不容缓 无奈 只得对不起主人了 爷两腿尽力朝前身 压低了脖子一撑 啊 地打出了老大一个哈欠 这下子可就维持不住 爷那温良斯文的形象了 反正主人的构思已被打乱 那索性就去防后小姐吧 爷寻思着 便慢悠悠地溜达出去了 紧接着身后就响起了主人 夹杂着失望与愤怒的咆哮声 他在屋里恨声骂道 这个混账东西 第二集 爷家这位主人 在骂人时 有个必定要骂声 混账东西的习惯 因为他并不知道 其他骂人脏话的说法 所以实属无奈之举 不过他丝毫不曾体谅 人家为他坚忍至今的一片苦心 竟无端责骂人家是混账东西 实在推无理了 况且 若是爷平日爬上他后背时 他能给个好脸 爷倒也甘心忍了这蛮骂 可是 在与爷方便这件事情上 他从不曾痛快地行过一点方便 人家不过站起来去小姐 都要遭他骂一声混蛋 这也太过分了 原来人类这个物种 由于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 便越发高傲自大起来 若没有比人类更强大些的物种出来 对他们训诫一番的话 还不知他们要张狂到何种境地 倘若人类的自业横行 不过如主人这般骂声混蛋 那无等忍了便罢 但是爷却听说了许多 有关人类的缺德事 是较知这个 不知要凄惨多少杯的传闻 吴家房后 有个将约十瓶大小的茶园 面积虽不大 却是个清静宜人 向阳的好去处 家里小孩子吵闹得厉害 让爷无法安睡午觉时 又或是烦闷无聊 心情愈结时 也便总是到此处来 涵养浩然之气 已然成为一种习惯 在某个小阳春天 平静安详的日子里 午后两点钟左右 爷在午餐后 一番好眠 起来后四处活动 便溜达到茶园来了 爷一颗一颗 绣着茶树根 来到西面的山树篱笆墙下 就见一大片被压倒的枯局上 一只大猫 正睡得昏天黑地 不省人事 他似乎并没有察觉到爷的靠近 又好像知道了 可并不在乎 屋子憨声大作 沉眠不醒 偷跑进别人家的院子里 竟能如此满不在乎地 憨然入梦 这份胆气胸襟 令爷不由得暗暗心惊 它是一只纯黑色的猫 刚过午的太阳 将透明的光线 撒在它的身上 让人觉得 那耀眼柔软的皮毛间 似乎燃烧着 肉眼看不见的火焰 它有一副 堪称猫中大王的 魁违体魄 神良是爷的一倍有余 无心怀赞赏之意 好奇之心 助力在它面前 忘乎所以地专心打量 小阳春静谧地微风轻浮 晃动山树篱笆墙上 探出头来的梧桐树枝鸭 摇了两三片叶耳 飘落在茂密的枯极丛中 猫大王忽然睁开了 一双滚圆的毛子 爷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双 熠熠生辉 远比世人所真爱的琥珀 更加美丽绚烂的眼睛 它身如磐石 窥然不动 自双眸深处 射出的炯炯目光 聚焦在爷的小脑门上 开口道 你这家伙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身为大王 也觉着他的言谈未免 忒粗俗无理了些 奈何人家话语声中 充满了连狗都要 褪比三社的力量 所以爷爷少不得 生出了敬畏之心 想着若不上前见个礼 恐有危险 便强作镇定 淡然达到 无乃是只猫 还不曾有名 只是 也此时的小心脏 的确比平时 鼓动得剧烈了些 它已极其鄙夷地 腔调道 什么 猫 听你说自己是只猫 还真叫猫吃惊 你究竟住在哪 全然一副 旁若无人的神奇 无其身于此处的 教师家中 按琢磨着 就是这么回事 你也推瘦了点吧 张狂的口气 带着大王才有的气焰 也就他的言谈 觉得他不像是个良家猫 不过 瞧他那油光水滑 肥头胖脑的样 倒像是 吃着美味佳肴 过得是富裕日子 也不由得反问他 如此口出狂言 你又是何猫 他昂然道 老子就是 车夫家的黑子 啊 车夫家的黑子 在这一带是家喻户晓 无猫不知的 出炉野蛮猫 不过 也正因为他是车夫家的 所以空有一身蛮力 去毫无教养 所以梅猫和他交往 属于被众猫联合起来 敬而远之地 拒绝往来户 爷一听说是他 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 同时又生出几许 轻蔑之意 也想先试试 他究竟有多么不学无术 且请看 如下回答 车夫和教师 到底谁更了不起呢 自然是车夫更强了 瞧你家主人 简直就是皮包骨了 你也因为是车夫家的猫 所以才如此强壮吧 看来 在车夫家 能吃上好的鸭 说啥呢 老子我甭管到哪 吃喝 那都是从不发愁的 你这家伙 也别老在这茶园子里 瞎晃悠了 不如跟着俺黑子试试 不销一个月 保管叫你肥的 让人认不出来 这事回头再说 可你不觉得 教师家的房子 要比车夫家 住得宽敞多了吗 混账 房子再大 他能铁饱肚子吗 他一副 暴躁恼怒的模样 频频抖动着两只 如紫竹消成的耳朵 气汹汹 大咧咧的起身离去 爷和车夫家的黑子 就此成了知己 自那之后 也便与黑子时常偶遇 每回碰上了 他总要为他家车夫 大肆送扬一番 上文说到的 人类的缺德事 其实就是从黑子那儿 听来的 有一日 爷和黑子 如往常一般 躺在暖洋洋的茶园里 正天南地北的海聊 他总喜欢把自己 吹烂了的旧牛皮 当新鲜事 翻来覆去地吹 然后 又向爷提出了 以下的问题 你这家伙 到现在抓过几只老鼠啊 在知识方面 爷自然是远胜黑子的 然 若论到力气和胆量 到底不是他的对手 无心下 虽早已明了 但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面子上 究竟还是有些不好看 可事实就是事实 爷绝不会作为 便答道 说实话 一直想抓来着 就是还没动手呢 黑子听了爷的话 鼻尖上的长须 便猛地翘起来 速速乱颤 爆笑连连 原来由于黑子傲慢自大 难免在某些方面 有不足之处 只需对他狂妄的气势 表现出 感佩 诚服的模样来 喉咙里在呼噜呼噜几声 表示洗耳恭听 他就成了 非常容易摆布的顺毛猫 也和他交往后 便立刻摸准了他的脉门 就现在这个场合 若硬要为自家辩解 那情形就会越来越糟 那可就太傻了 不如干脆任由他 大肆宣讲自己的丰功伟绩 也且先含糊敷衍他几句 心下主意已定 也便顺着他的话挑唆道 赐大哥这般年纪 想必抓获过许多老鼠吧 果然 他便对着墙上的窝口嚎叫起来 得意地对爷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就抓了三四十只吧 他又接着说 俺黑子 以一底百 应付一二百只老鼠 跟玩似的 只是 黄鼠狼那家伙 实在不好对付 俺同黄鼠狼交过一次手 那可真倒大没了呀 诶 竟有这等事 爷顺着他的话捧场道 黑子二毛子圆征道 俺记得 是去年大扫除的时候 俺家主人拎着一袋子石灰 刚跨进廊下的仓库 妈呀 好大一只黄鼠狼 就仓皇失措地窜了出来 哦 爷跟着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给他看 黄鼠狼着玩意儿 个头不过比几只老鼠稍大一点 你这畜生 俺呵斥一声 便紧随其后穷追不舍 只把他赶进臭泥沟里去了 干得好 爷大声喝采道 可是 你猜咋着 到了贴地爬行的路段 那家伙竟使出了他最后的大招 放屁 李姚文臭不臭 后来老子一见着黄鼠狼就犯恶心 说到这里 他似乎又闻到了去年的那股臭味 抬起前爪摸了几下鼻尖 爷爷觉着他有点可怜 便想给他鼓鼓劲 不过 要是换了老鼠的话 大哥一瞪眼 他就一命归西了 您在捕鼠方面可是名人呀 就因为您净吃老鼠 才能养得如此 彪肥体壮 颜色鲜亮的吧 这本是讨黑子欢心的话 奇料 结果却适得其反 黑子愧然常叹道 唉 想起来 真是无趣得很啊 咱们猫 不管再怎么样卖力地抓老鼠 又有几个能如人类般厚颜无耻的 咱们抓的老鼠 都被人类抢去交给警察局了 警察又不知道老鼠是谁抓的 哼 没交一只老鼠 不是给五分钱吗 我家主人靠着我赚了差不多一块五毛钱了 可连像样的吃屎都难得给我 唉 人类呀 不过都是些体面的小偷罢了 看来 这样的道理 就连不学无数的黑子都明白 他神情颇为恼怒 背上的毛都倒立起来了 爷的情绪有些低落 便随意敷衍糊弄了一番 告辞回家去了 自此 爷下定了绝不补数的决心 不过也没有成为黑子的部下 不曾去猎捕过除老鼠之外的其他猎物 比起美味佳肴来 也觉着还是睡大觉来得畅快 看来住在教师家里 猫也随了教师的性子 不注意的话 搞不好早晚也会患胃病呢 说到教师 我家主人直到近日 看起来终于明白 自己在水彩画方面 是没什么指望了 他在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中 记下了这么一件事 在今日的会议上 初次遇见了名曰叉叉的人 人皆云 此宫风流放荡 今日一见 果然是一副花柳相达人的风采 这等资质的人 一招女人喜欢 所以说叉叉风流放荡 倒不如说她是 不得已只能放荡 更为恰当吧 听说她妻子是个异计 实在叫人艳羡 原来说人坏话 骂人是浪荡子的人 其中大部分是没有 放荡资格的家伙 另外 自诩为浪荡子的一帮人中 也是以没有资格放荡的人居多 这种人本无需放荡 却不自量力地非要放荡一把不可 就像我在水彩画方面 到底无需担心毕业问题 不用管他人的批评 只要我认为自己是行家就行了 去酒馆喝个小酒 或是逛逛异计茶聊 就能称得上花柳相达人 若是这种论调立得住的话 那我也有理由说 自己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了 我的水彩画还是风比为好 因为一个愚昧无知的花柳相达人 并不比一个刚出山的土包子 来得更加高雅 也对他这番达人论实难苟同 另外羡慕别人的妻子是异计之类的言论 作为教师来说 更是不应宣之于口的糊涂心思 唯有他对自己的水彩画的批评 却是中肯得很 主人虽有这等自知之明 然那种自命不凡的心理 却终难消除 隔了两日 他又在12月4日的日记中 记述了这样的事情 昨晚我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觉得自己画的水彩画 到底不成画 便将之弃至一旁 却不知是何人 为那弃画镶上了漂亮的画框 挂在了隔窗上 然后在看到镶嵌在画框里的画的瞬间 连我自己都突然觉得 那是一幅好画 我欣喜异常 觉得这么一处理还真是符不错的佳作 便终日独自献上 不知不觉一晚上过去了 睁眼一瞧 那幅画作拙烈依旧 随着朝阳的升起 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 清晰明了 无所遁形 看来主人就连在梦中散个步 都念念不忘水彩画 只是就他的资质而言 莫说是水彩画画家 就连他这个焦书先生 所称道的花柳相达人 他也是没那份资质的 主人梦见水彩画的第二天 那位久违了的 戴金丝边框眼镜的美学家 再次来访 他刚一落座 披头第一句话便问了 画得如何了 主人神情淡淡地道 遵从您的忠告 我正致力于画写生画 的确 一画写生画 过去不曾留意过的 物体的形状和色彩的 微妙变化什么的 好像一下子 就都了然于心了 如此看来 夕阳绘画就是因为 自古便强调写生 所以才能有今日之辉煌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果然了得 他只字不提日记里写的内容 又一次赞美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美学家挠挠头道 其实吧 那个是我瞎编的 什么 主人还没弄明白 自己受了别人的哄骗 什么 就是你推崇备制的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那是我随口胡编的话 不想你竟如此深信不疑 美学家乐不可知的道 爷在廊下听了这段对话 不由的猜测 主人今日的日记 又会记述什么样的事呢 便欲先设想了一番 这位美学家是个 把信口胡说耍弄他人 当成唯一乐子的男人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这件事 会给主人的情绪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他丝毫不曾顾及过 又鼓弄唇舌 得意洋洋地 讲了如下一段事 哎呀 有时候说几句玩笑话 就有人当了真 能够极大的挑起 戏谑的美感 真是有趣 前几天 我对某个学生说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曾劝几本 别用法语写 他的毕生俱著 法国革命史 因为这本书 毕竟是要用英文出版的 结果 那学生记忆力超好 竟在日本文学演讲会上 把我说的话 原原本本 认认真真地重复了一遍 真是太好笑了 而且 当时现场 有大约一百人的听众 竟人人认真倾听 接下来 还有更可乐的事呢 前些日子 在某个文学家们的聚会上 因大家谈起了哈里森的历史小说 迪奥法诺 我便评论说 那实在是历史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 尤其是女主人公临死时的那一段 真是鬼气森森 阴气袭人呀 我对面坐着一位 据说是无所不知的先生 立刻复合说 嗯 没错没错 那一段实在是好文章呀 于是 我立刻就明白了 这男的跟我一样 压根就没读过这篇小说呢 幻神经性未言的主人 眼睛瞪得圆溜溜地问道 你如此荒唐胡言 若对方读过这本书 你可要如何是好 这番言论恰似在感叹 你骗人倒也无妨 只是假面具若被揭穿了 那使你岂不难看 美学家却不为所动 道 有什么呢 到时候只说是和别的书记混了 反正随便说点什么 混过去就行了呗 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位美学家虽然戴着一副 金边眼镜 但那性子却像极了车夫家的黑子 主人吸着日出排香烟 默默地吞吐烟圈 脸上的神情分明在说 我可没你那勇气 美学家则以一种 就因为你这样古板没胆色 所以才连画也画不成的眼神说 不过玩笑是玩笑 作画的确不容易 据说莱奥纳多达芬奇 就曾经让他门下的学生 画寺庙墙上的乌记 的确 如果走进厕所之类的地方 专注地盯着漏雨的墙壁看 绝妙的好画就自然地呈现出来了哟 你不若试着画上一幅写生画 定然能画出精妙绝伦的佳作来 又是忽悠人的吧 没有 我这回说的可是确有其事 这见解真的很精辟 难道不是吗 连达芬奇都是这么说的呢 嗯 确实很精辟啊 主人多半已经心悦成福了 可他似乎还不打算 进厕所画写生画 第三集 仇佛家的黑子 后来成了瘸子 他那一身光亮的皮毛 也渐渐褪色脱落了 爷曾夸过的那双 比琥珀还漂亮的眼睛 浮满了眼石 特别令爷在意的是 他精神萎靡不振 身体也坏了 爷在长去的茶园里 与他见了最后一面 问他这一向过得可还好 他说 王鼠狼的臭皮绝招 和鱼贩子的大扁蛋 让老子吃了大苦头了 赤松间点缀的两三处 艳艳红风已飘零落尽 如往昔旧梦般散去 敦据旁红白二色 交替眼影的山茶花 也凋零殆尽 三间半朝南的阎廊下 冬日的太阳 脚步匆匆坠入了西山 几乎日日都是寒风四灭的日子 感觉连野武睡的时光 也被缩短了似的 主人每天都去学校 一回家就闷在书房里不出来 若有人来访 他便一如既往地抱怨 当老师真无聊呀 太烦人了 水采化已很少化了 助消化的胃药 因作用不明显也停药了 孩子们都还不错 一天不落地上着幼儿园 回到家里就唱歌 常把刺球挂在爷的尾巴尖上 有时会提着尾巴 把爷倒拎起来 爷没有美味佳肴可食 所以一直肥不起来 不过总算还不错 身体很健康 也没有瘸腿 能够一天天悠然度日 爷绝不抓老鼠 女佣还是那么张猫闲 名字还是没人给起 可爷也不打算再争取了 欲望是永无止境的 这一生便打算在这教师家里 做一只无名猫 度此平生吧 爷自打新年以来 也变得小有名气了 就算是猫 也有了点趾高气扬的感觉 实乃可喜可贺 元旦一大早 主人收到了一张图画明信片 这是他某位画家朋友 寄来的贺年卡 卡片上部涂着珠红的边框 下面涂着墨绿丝的边框 粉蜡笔画的一只动物蹲聚中间 主人照常待在书房里 拿着这画横过来竖过去地瞧着 口中赞道 嗯 色彩妙极 既夸赞过 也便以为完事了 却见他依旧在那箱横桥树看 霍尔将身子扭向一边 霍尔又伸出手来笔画 简直像个正在给人项面算卦的老头 一会儿又冲着窗户 把画举到鼻尖处关桥 他要是不赶紧完事 膝盖老这么摇来晃去的 也可就危险了 刚觉着他晃得不太厉害了 就听他小声嘀咕 这究竟画的是何物啊 看来主人对那张图画明信片的色彩 虽钦佩至极 却没搞明白 那上面画的动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因此一直在苦苦思索 是多么难懂的画呀 也一边想着 一边文雅地半睁开睡眼 从容地扫着一眼 果然没错 那正是爷的画像 作画者虽不是主人般 以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自居 可到底是为画家 不管形体还是色彩 具都画得中规中矩 任何人都能看出来 这绝对是一只猫 要是再稍微有点鉴赏力 还能从中看出 这猫画的不是别个 明显是我 画得正经不错 这么明显的事都搞不明白 还至于费那个苦心吗 自己此处 也不由得有点可怜起人来了 若有可能的话 真想告诉他 那画的就是我 若他果真认不出是我 那至少也要让他知道画的是猫 可人终究不懂无等的猫鱼 它们毕竟不是得老天眷顾的灵慧动物 所以很遗憾 也只得就此罢了 在此我想先同诸位读者说说 原来人类有一种 动不动就喊什么猫猫 喵喵的癖好 以藐视的口吻评论无等 这等癖好很是要不得 教师之流的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 对于自己的愚昧无知毫无所觉 它们想当然地以为 是人类的渣子造就了牛马 而猫又从牛马粪中被制造出来 这对它们来说虽是常识 但从旁客观来看 却未必是什么体面事 就算是猫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画好的 乍一看 猫们似乎都长得一个模样 没什么差别 没有一只猫拥有自家固有的特色 不过若能进入猫的社会瞧一瞧 就会发现 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人类社会 人类所谓的食人食样 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猫的世界 不管是眼神 还是鼻形 毛色 布态都各不相同 从胡须上表现出来的朝气活力 到耳朵竖起的调整 以及尾巴下垂的程度等 没有一只猫是相同的 美丑 好恶 碰不通人情 可谓千差万别 不胜美举 尽管有如此明显的区别存在 可据说 人类的眼睛 都只会盯着上面看 目空一切 所以 莫说是五等的特质 就连相貌 他们也识别不出来 实在是可怜呀 正应了一句老话 同类相求 干哪一行 才能了解哪一行 猫就是猫 猫的事情 只有猫才清楚 不管人类如何发达 在猫的事情上 他们也无能为力 况且说实话 人类并不像他们自以为的那么了不起 在不了解的事情上 他们理解起来就更困难了 更何况是像我家主人这类缺乏同情心的人呢 他们是连相互之间完全的理解 乃爱之第一要义 这样的道理也不懂的人 实在叫猫 无法可想啊 他就像一只本性恶劣的母粒 吸附在书房里 从不曾向外界敞开过 然后又摆出一副 唯有自己才达官通透的可憎面孔来 为师有点可笑 他不通透达官的证据 现正摆在眼前 那就是爷的肖像 他竟一点没认出来 还不自觉地说什么 今年是与俄争战的第二年 想必画的是一只熊吧 爷正睡眼朦胧地 趴在主人的膝盖上胡思乱想 不多时 李庸又呈上来第二张图画明星片 爷一瞧 原来是画了一排 四五只羊猫的活版印刷品 有握笔的 有翻书的 都在学习 其中有一只离席的猫 在桌角上一边唱 猫猫我是猫 一边大跳夕阳舞 卡片上还用日本墨写着几个黑漆漆的大字 无乃猫 右边写了一首排句 读读书 跳跳舞 猫兮一日春 这是主人旧日门下的学生寄来的 人家表达的意思很清楚 任谁一看都明白 可愚蠢的主人 却似乎仍不解其意 他一副颇感奇怪的样子 歪头沉思 喃喃自语的 咦 今年是猫年吗 看来 对于爷已经这么有名了这件事 他还毫无所觉呢 片刻后 李庸又呈上了第三张明星片 这一份不是图画 上面写了 恭贺新年 旁边还写着 在下惶恐 凡请向贵猫转达致意 不管主人的脑筋回路 再怎么不清楚 人家的意思都写得这么清楚了 他看来 似乎也终于明白了 便哼了一声 端详了一番爷的脸 那眼神不同于以往 似乎多少带了那么一点静意 主人在别人眼中 向来没有什么存在感 突然这么露脸 也全是托爷的福 如此想来 他那崇敬的小眼神 也就理所当然了 恰在此时 门铃叮铃铃的响了 大约是有客人上门吧 若有客来 女佣都会来传达 爷定下的规矩 来的除非是余殿的煤工 否则就一律不必出面 所以此刻爷魂不在意 依旧稳坐主人膝头 这时主人的样子 却像被高利贷 逼上门来似的 彷徨不安地朝大门处张望 似乎很烦 招待来拜年的客人 一起饮酒 这人的性子 要别扭到如此程度 也实属难得了 即使如此 趁早出门也好呀 可他连那么点勇气也没有 越发显露出了 他的牡蜜本性 过了一会儿 女佣来回话说 是韩月先生到访 这个名叫韩月的男子 似乎也是主人 旧日门下的学生 不过如今已经毕业了 听说各方面 都比主人混得强得多 此人不知何故 常到主人这里来玩 来了 不是说怀疑有女人爱慕自己 就是怀疑自己 不被女人爱 要么就是说些 人生没有意义之类的话 发出一些 似哀怨 似情色缠绵的牢骚 才走 他之所以喜欢找 像主人这样的衰人 特意跑来倾诉些 不知所云的忠诚 是因为 他的这些话 并不需要对方理解 而我家的牡蜜主人听了 却还不时地 捧场帮枪 这就更可乐了 许久不曾拜访您了 老实说 从去年年末以来 就一直忙个不停 好几次想过来 可脚下身不由己地 又往别处去了 他一边把玩 和服外挂的衣袋 一边说些 莫名其妙的话 你都奔何方而去了呀 主人认真地问道 称了称 带有家徽的 乌木棉和服外挂的袖口 这件棉质外挂的袖子 有点短 它里边穿着便宜的人造 丝衫子 左右两边都各露出了半寸袖子 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方向 韩月笑道 他这一笑 主人便瞧见了 韩月前面的门牙削了一颗 便转了话题问道 你的牙怎么了 其实就是在某个地方 吃香菇弄的 你说吃什么 那个就是吃了点香菇 我想用门牙咬断香菇头 结果门牙一下子就掉了 吃个香菇能把门牙吃掉了 你真成糟老头子了 说不定可以坐手排剧呢 只是你的恋爱就要泡汤咯 说着话 主人用手掌轻轻拍了拍爷的头 啊 这还是那只猫吧 它是不是肥了许多呀 看样子 一点不输车夫家的黑子嘛 真是好猫 韩月对爷高度评价道 最近确实长大了不少呀 主人似有些得意的 啪啪拍了拍爷的头 被人夸奖心中自食受用 可爷的头也有点疼呀 前天晚上搞了场音乐会呢 韩月又把话题转了回来 在哪儿 在哪儿 您就甭问了 三把小提琴合奏 钢琴伴奏 太有意思了 三把小提琴一块儿拉 就算拉得不怎么样 也听不出来 两个是女的 我混在其中 感觉自己拉得还不错 嗯 那么 两个女的是什么人 主人一脸艳羡地问道 原来 主人平素虽顶着一张枯木寒颜的冷脸 但实际上 她可绝非什么淡漠女色的人 过去 在读某部西洋小说的时候 其中出现的某个人物 她对所有女性 基本都抱有爱慕之心 作者以讽刺的手法 描述这个人物说 据统计来看 路上往来的女性中 百分之七十都能令她迷恋 主人看了 就对那男子敬佩万分道 此乃真理也 这等花心男人 何故会过争母粒式的生活 五等猫类 终究是难以理解呀 有人说 她是因为失恋 有人说 她是未病所致 还有人说 她是因为缺钱 而没有底气 不管是哪个原因 反正 她之于明智历史 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不过 她竟然以咽咸的口气 探问韩月的女友 这却是事实 韩月心情颇好的 用筷子 夹起一块茶点里的鱼膏 用剩下的一半门牙 咬着吃起来 也很担心 她会不会又被割掉 剩下的那颗门牙 还好 这次倒是安然无恙 哦 两位都是别人家的千金小姐 您不认识的 韩月淡淡回道 原来 主人脱长了衣 思索着将如此二字略取 韩月大约觉得时候到了 便试探着邀请到 多好的天气啊 你若是有空 一同出去走走如何 吕顺已经被攻克了 街上可热闹了 主人的神情却表明 比起攻克吕顺的消息 他更想听韩月女友的来历 他考虑许久 似乎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断然起身道 那就走吧 主人依旧穿着那件 带有家徽的乌木棉和服外挂 外面照了一件 结成产的碾线绸棉衣 据说这是他兄长的遗物 二十年来早已穿得旧了 不管结成产的碾线绸 有多么结实 也经不住这么成年累月的 穿在身上 在日光下 许多地方都已经薄的 能看清里面补丁上的针脚了 主人的衣服 没有寒冬腊月 与春寒料翘之分 也没有变装与礼服的区别 出门时 总是将两手揣在怀里 夺步而行 他是没有其他的衣服呢 还是有衣服 却嫌换起来麻烦呢 爷爷搞不清楚 只是爷认为 这件事情 肯定是与失恋无关的 他二人出门后 爷便不客气地 领受了寒夜吃剩的鱼膏 爷此时 已不再是只寻常的猫了 自觉至少也有资格 与陶川如燕笔下的猫 或是葛雷笔下 偷吃金鱼的那只猫 相提并论 车夫家的黑子之流 压根瞧不到眼里 就算把鱼膏消灭个精光 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再说 背着人吃零食这毛病 又不止限于五等猫族 家里的女佣 不就常趁着女主人 不在时偷吃吗 况且也不只是女佣 连女主人夸耀的 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们 如今也有了这种倾向 那是四五天前的事了 两个小孩 一大早就起床了 主人夫妇还好梦正憨 他们俩就已经面对面 坐在了餐桌旁 按照惯例 他们每天早晨 要将主人家吃的面包 分做几份 分别抹上砂糖来吃 但这一天 糖罐刚好摆上了餐桌 还配着池子 因为砂糖没有像平时那样 给他俩分配好 大的那个过了一会儿 就从糖罐里 咬出一池糖来 放进了自己的碟子里 于是小的那个 也学着姐姐的样子 将同样分量的砂糖 以同样的方法 倒进了自己的碟子里 姐妹俩互相怒视了片刻 大的又拿起池子 咬了满满的一池 添进自己的碟子里 小的也立刻拿起了池子 咬了和姐姐相同分量的砂糖 于是姐姐又咬了满满一大池 妹妹也不服输地 紧跟着咬了一池 姐姐又将手伸向糖罐 妹妹又拿起了池子 眼看着他们 一池一池地咬下去 两个孩子的碟子里 终于都高高地堆满了糖 在糖罐里 连一池砂糖也不剩的时候 主人揉着轻松的睡眼 从卧室出来了 好不容易咬出来的砂糖 又被原封不动地装回了糖罐里 由此可见 人类从利己主义出发 所得出的公平概念 也许比无等猫类要优越得多 智慧似乎反倒还不如猫 也觉得应该不等砂糖堆成小山 就趁早把糖舔光才好 然正如之前所说的 爷说的话 他们听不懂 所以爷只能蹲在饭桶上 同情地看着他们 默不作声地 瞧热闹了 第四集 主人和韩月一起出门 后来不知究竟去了何处 如何去的 只是那天夜里 他回来得很晚 第二天坐到餐桌旁时 已是九点钟了 爷照里趴在饭桶上 抬眼一瞧 主人正沉默地吃着年糕汤 他吃了一块又一块 年糕块切得虽小 可他一连吃了六七块 碗里剩最后一块时 他撂了筷子 其他人要是这么放肆任性 那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但他最擅长的 就是白主人的威风 看着混沌汤汁里的年糕残骸 可以全部在意 女主人拉开壁橱门 从里面拿出胃药 放在桌上 那个不管用 我不吃了 主人道 可是 听说那个 对消化你吃的淀粉类食物 大有功效 还是吃了吧 女主人哄劝道 甭管是淀粉还是什么 反正都不管用 主人的固执劲上来了 你可真没耐心 女主人嘀咕道 不是我没耐心 而是这药没有效果 既是如此 那你前些日子不是说 效果很好很好 每天都吃的吗 之前是有效 可最近又没效了呀 主人像对尸一般回答道 你这样断断续续地吃 功效再好的药也不管用了 胃病同不得旁的病 如果不耐心些 是治不好的呀 女主人说着 回头给手捧茶盘 顺利一旁的女佣使了个眼色 夫人说的是正理 若是不再吃一段时间 也不知道这药到底好不好呀 女佣毫不犹豫地偏袒女主人道 不管好不好 不吃就是不吃 女人懂什么 闭嘴 反正我就是个女人 女主人说着 把胃药推到主人面前 大有逼其剖腹之事 主人却一言不发地 起身进了书房 女主人和女佣 互相看看对方 无声地笑了起来 这种时候 爷要是紧随主人身后进去 爬上他的膝盖 那肯定是要倒大妹的 爷便悄悄地 从院内 绕到了书房一侧的盐廊上 从拉门的缝隙里 向内窥探 主人正翻开 艾比克泰德的书在阅读 他若能如读寻常读物般 读得懂 倒也还算有些了不起 然而 不过五六分钟 他便将书一贯 摔在了桌上 唉 他基本也就这样了 爷心中暗道 父又宁神戏桥 他这次拿出了日记本 写了如下的内容 和韩月一起去了根津 上野 池之端 神田一带散步 在池之端的戴河茶屋前 一个义记 身穿裙摆带花边的春装 正在玩羽毛剑子 其服饰虽美 却貌若无言 总觉得与我家猫相差仿佛 不管那张脸有多么不堪 也不必特地拿爷来举例吧 爷若要能去一趟 喜多闯美发屋 也刮刮脸 定然不逊色于人 人类竟如此自大 实在叫人无奈呀 行至宝丹药房的拐角 迎面又走来以为异计 这女子身姿鸟挪 靴尖细细 淡紫色衣衫穿得大方工整 看上去极斯文雅致 她露出洁白的牙齿笑道 小元 昨夜实在太忙 所以 她这一开口 那如外乡人般粗嘎的声音 历时便让难得已见的风姿 瞬间失色 让人连回头看一眼 那个所谓的小元 究竟是谁的性质 都失去了 我依旧揣着手 向玉成道走去 韩月却不知为何 看来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再没有 比人心更难揣摩的了 主人此刻的心情是恼怒 是欢快 还是正在折人的一柱中 寻求一丝安慰呢 也是一点也搞不明白 她是在冷然笑看人间 还是想掺和进尘世呢 是为些许无聊小事大动肝火 还是超然物外 叫人全然摸不透心思 五等猫族在这方面 心思可就单纯多了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恼了就尽情地发火 哭的时候 就哭她个死去活来 反正 五等是绝不会写什么日记之类的 无用之物的 因为根本没有写的必要 如主人这般表里不一的人 也许才有把自己人后的一面 写成日记的必要吧 好在暗室中发泄一通 自己那见不得人的真实想法 至于五等猫族 不管是坐卧行走 还是拉屎撒尿 都是最真实的日记 所以无需煞费苦心地 来保留自己的真面目 有闲功夫写日记 还不如在阎廊下睡大觉呢 在神田的某料理亭 用了晚餐 小酌了两三杯 酒味尝到的正宗清酒 今日早餐的胃口极好 主人觉得 夜间小酌 对胃病是最有益处的 胃药当然就不必再吃了 不管何人来劝 也是不吃了 反正没效果就是没效果 主人胡乱攻击胃药 仿佛独自在吵架 今日早间的那股肝火 在这里漏了端倪 人类写日记 其本色 也许就在于此吧 前些天听那谁说 不吃早饭对胃好 我便试着 二三日未曾用早饭 可除了姑姑复明之外 并无半点功效 接着又有人告诫 让我千万默食酱菜 依她的说法 酱菜是一切胃病的起因 只要不吃酱菜 就等于断了胃病的根 胃病定能得以根治 那之后 我的筷子一周没有碰过酱菜 但也不见有什么特别的笑颜 所以近来 我又开始吃酱菜了 我又请教了那谁谁 照她说 治胃病 只有腹部按摩疗法意图了 只是普通的按摩是没用的 必须采用 揭穿式骨法按摩 方能见效 按一两次 一般的胃病都能治好 听说 安景西轩 就非常喜欢这种按摩法 连版本龙马那样的豪杰 也常去按摩治疗 于是我便匆匆去了上根按厅 在那里尝试治疗 但是听说 必须要揉骨头才有疗效 要想根治 就须将五脏六腑 颠倒位置翻个个 这可真是残酷的按摩法呀 按摩之后 身子软得像团棉花 仿佛患了昏睡症似的 因此按了一次就受不了了 只得就此作罢 听A军说 不能吃固体食物 之后 我便日日只喝牛奶度日 那段时日 肚子里总哗啦啦的响 仿佛发大水似的 搞得我彻夜难眠 B军叫我 横隔膜呼吸法 说 通过呼吸 使内脏运动起来 胃部功能 就自然恢复健全了 可以试试 这法子 我也尝试着做了几次 可总觉得肚子里不大对劲 而且 要聚精会神地想着 用横隔膜呼吸 不可稍忘 可我偏偏坚持个五六分钟 就又忘了 若是不想忘记 就要时时刻刻把注意力 放在横隔膜上 搞得我无法学习 也没法写文章了 美学家迷婷 还瞧着我的身体 说风凉话 你又不是代产的运男 还是算了吧 因此 这横隔膜呼吸法 也就此作罢了 因C先生说 吃荞麦面对胃好 于是我便又立刻 一碗接一碗地 吃起了清汤荞麦面 可这招总让我拉肚子 除此之外 也不见丝毫功效 多年来 为了治胃病 我寻访一切 可能有效的方法 并一一试过 然通通不见效 只昨夜 与韩月君小酌 饮下的三杯 正宗清酒 为时灵验 以后 就每晚都饮上两三杯吧 这个决定 也必定长久不了 主人的心思活泛的 如同五等猫泪的眼珠子 总在不停地变化着 他是个干什么 都没长性的男人 他在日记中 明明那么担心 自己的胃病 可面上 却又硬挺着逞能 叫人实在好笑 前些天 他的朋友某某学者 登门拜访 从某种间谍出发 大发了一通 一切疾病 皆源自祖先 和个人罪恶的议论 看来此人 在这方面相当有研究 一番论述 条理清晰 逻辑井然 见解精辟 可怜吴家主人 虽心有不甘 可到底不具备 反驳此学说的 头脑和学问 不过 他大约觉得 恰逢自己 为胃病所苦之计 所以无论如何 总要辩解几句 一全自家颜面 你的说法 的确有趣 不过 那位卡莱尔 也有胃病哦 主人这话仿佛在说 因为卡莱尔有胃病 那么 我患胃病 也是件光彩的事 这话答的 当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啊 于是 那位友人道 卡莱尔虽然有胃病 然 有胃病者 未必都能成为卡莱尔呀 朋友的指摘 太清楚明白了 主人顿时哑口无言 看来 他的虚荣心尽管很重 可实际上 还是希望自己 没有胃病才好 说什么 今夜开始要小酌几杯 喂食有点搞笑 如此想来 他今早 吃了那么多慧年糕 也许真是 托了昨夜与寒月 喝了几杯正宗清酒的福呢 爷爷想吃点慧年糕了 爷虽说是只猫 却差不多什么都吃 并不挑嘴 不像车夫家的黑子 没有远征小巷鱼铺的 那把力气 也不如小胡同里 二贤秦师傅家的 花猫那般铺张讲究 因为咱没人家那身份 因此 爷出人意料的 不大挑食 小孩子掉的面包渣也吃 点心馅也能舔几口 酱菜实在难吃 可是为了积累经验 爷也尝过两块 咽咸萝卜 异常之下 真是怪东西 不过确实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 爷都能吃 咸这个 讨厌那个 这种奢侈任性的话 毕竟不是爷这个 教师家的猫该说的 听主人说 法国有个名叫 巴尔扎克的小说家 是个极尽奢侈的男人 当然 此处所指的奢侈 并非是饮食上的 而是指 小说家 为写文章 而极尽铺张奢侈之能事 有一天 巴尔扎克 想为自己小说中的人物 起个名字 他想了许多 可总不中意 碰巧 有朋友来玩 他便写友 一同出门去散步 朋友根本没搞清楚 是怎么回事 就把他强带出了门 巴尔扎克 一边陪朋友散步 一边寻觅着 自己苦心孤意而不得的人物名字 来到大街上 他不干别的 就光盯着商店门口的招牌看 却依然寻不到中意的名字 他领着朋友胡乱游逛 朋友也就稀里糊涂地 跟着他瞎逛 他们就这样 从早到晚 在巴黎四处探险 归途中 一家裁缝铺的招牌 忽然就撞进了 巴尔扎克的眼中 顶经一看 招牌上写着 马克斯的店名 巴尔扎克拍手称妙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非他莫属 马克斯 不就是个顶好的名字吗 马克斯的前面 再加上打头字母Z 就是个绝妙的好名字了 必须要加上字母Z Z马克斯 妙 实在是妙 自己编的名字 不管起得多漂亮 可总归脱不了刻意的嫌疑 少了些情趣 费了许多劲 总算是有个如意的名字了 他独自欣喜若狂 全不记得 让朋友跟着 遭了多少罪 只不过是为了给小说中的人物 起个名字 他就不得不在巴黎 探悬了整整一天 要说的话 还真是够耗费功夫的呀 奢侈到这般地步 倒也相当出彩 可像爷似的 只有个母粒式主人的境遇 就无论如何也张狂不起来了 怎样都好 只要能填饱肚子 这种英雄气短的想法 大约也是境遇造成的吧 所以现在想吃惠年糕 也绝不是什么奢侈的结果 而是从什么都好 有的吃就吃吧的想法出发 想到主人吃的是惠年糕 也许还有剩的在厨房里 于是 也便转悠到厨房去看看 今天早上 见过的那块年糕 色彩一如早晨 看见时的一样 粘在碗底 坦白说 爷至今还不曾尝过一口年糕呢 一眼看去好像味不错 又似乎有点令人作呕 爷用前爪一挠 把表面上的菜叶搂了下来 一瞧 爪子上沾了一层年糕皮 黏糊糊的 闻了闻 那香味 就像把饭 装进饭桶时散发出的味 一样香 吃 还是不吃呢 爷四下里一张望 不知是不是运气好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女佣一年到头 都摆着同一张脸子 踢羽毛剑子 小孩子们 在屋里唱着 小勉小勉 你说什么 要想吃 就趁现在 若错失此良机 那就只能虚度时光 到来年 也不知道年糕是什么味了 无虽是只猫类 刹那也顿无出一条真理来 难得的机会 会使所有动物 都敢于做出 不情愿的事来 老实说 爷其实 并不是那么想吃会年糕 相反 越是盯着他 粘在碗底的样子戏巧 越是觉得恶心 压根儿不想吃 女佣如果在此时 拉开厨房的后门 或是听见里屋小孩的脚步声 向这边靠近 爷大约 会毫不惋惜地 丢开那只碗 甚至直到明年 都兴不起 吃会年糕的念头来 可是 没有人来 不管爷如何磨蹭 褚躇 依旧不见有人来 心情焦虑 仿佛被催促着 还不快吃 爷盯着碗底 心中暗道 快快 给爷来个人吧 然而 终究还是五人前来 这会年糕 到底还是非吃不可了 最后 爷仿佛倾注了 全身重量似的 投入碗底 啊呜 一口咬下去 深深咬入年糕脚上 一寸左右的地方 费了这么大劲咬下去 差不多的东西 都能咬下来了 可是 爷震惊了 原本以为 东西已经咬下来了 要拔出牙来时 才发现 牙 拔不出来了 想再咬一下 牙却动弹不得 爷意识到 这年糕 竟是个怪物石 已经迟了 犹如陷入泥沼的人 越是挤着拔出腿来 就陷得越深 咬得越使劲 嘴就越僵住了 不中用 牙齿动弹不得 年糕很有咬头 可正因为他有咬头 所以让爷没了招 美学家 弥婷先生 曾评论吴家主人 说 你就是个 想不开的男人 这评论真是 太贴切了 爷觉得 这年糕 也同主人一样 是怎么也咬不开了 一咬再咬 就像用三厨石 永无尽头 正烦闷之际 爷又无意间 发现了第二条真理 所有动物 都能凭直觉 预知事物的吉凶 至此 爷已经发现了 两条真理 可牙上粘着年糕 脚爷丝毫也高兴不起来 牙被年糕拉扯着 像要被拔下来似的 疼痛难当 若不尽快咬断他逃走 女佣就要来了 孩子们的歌声 好像已经停了 定然是 正奔向厨房无疑 愁闷已急 爷试着甩了几圈尾巴 却丝毫功效也无 竖起耳朵 又搭了下去 还是没用 一想 也是 耳朵和尾巴 与年糕并无半点关系 反正爷发现了 摇尾 树尔 趴下打滚 通通无意 所以只得放弃这些做法了 最后 爷想只有借助前足之力 福洛年糕这一招了 先抬起右爪 再嘴巴周围来回摩梭 可光摩梭摩梭 也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回 爷又伸出了左爪 以嘴为中心 急剧转圈 单靠这等小把戏 还是摆脱不掉那怪物 坚韧才是胜利的关键 爷左右爪 交替着轮番上阵 可牙齿依旧 深切在年糕里 拔不出来 唉 太棘手了 索性 双爪齐上吧 于是 不可思议的一幕 就在此刻发生了 爷的两条后腿 竟然直立起来了 这一下子 咋说呢 总觉得 爷似乎已经 不是猫了 第五集 可这当口 是猫也好 不是猫也好 都不打紧 也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无论如何 先摆脱年糕怪再说 想到此处 爷攒足了力气 使两爪在脸上 一通乱挠 由于前爪 动作太过猛烈 动不动就失了重心 搞得爷东倒西歪 险些跌倒 每当要倒的时候 爷就必须用后腿 协调平衡 如此一来 就不能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了 于是只得转着圈 在厨房里到处跑 爷居然 也能这般灵巧地直立起来 第三条真理 漠然陷于眼前 临危之计 能够发挥出平常没有的特殊能力 此可谓天佑也 姓蒙天佑 爷正在与年糕怪进行殊死搏斗 忽然听到似乎有脚步声 像是有人从室内朝这乡来了 有人要到这里来 糟了 爷越发拼命起来 慌得在厨房乱跑 脚步声渐渐进了 啊 真是遗憾 天佑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终于被小孩子发现了 哎呀 猫猫在吃会年糕 还跳舞呢 孩子大声嚷道 第一个听见这叫喊声的是女佣 她随手把羽毛剑子和剑球板一扔 挨压了一声便飞奔进来 女主人穿着戴家辉的咒筹和服道 这讨人厌的猫 连主人都从书房出来了 赤道 这个混账东西 只有小孩子们嚷嚷着 好玩呀 这好玩 然后大家伙像约好了似的 齐声哈哈大笑起来 爷心中又气又苦 可又不得不继续蹦的 真是羞杀人也 笑声好不容易收了 结果那五岁的小女孩又说 妈妈 这猫也忒不香花了 于是 视如大厦之江青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人类缺乏同情心的行径 也基本上也都见识过 却从未感到过 如此刻这般可恨可恼 终于连天佑也不知顿往何方了 也只得恢复成平日的四脚着地 一声不吭地只演到翻白眼的丑态 主人觉得怪可怜的 不忍心见死不救 随命女佣道 算了 给她把年糕扯下来吧 女佣却以眼神询问女主人 不让她再跳一会儿吗 女主人虽想看猫舞蹈 但终不忍见猫跳舞致死 便沉默着没说话 不快扯下来 她就死了 快扯下来 主人又回头扫了一眼女佣 她仿佛正做着吃大餐的美梦 吃到半截儿 却被惊醒了一般 满脸全是不爽的神情 上前扯住年糕狠狠一扯 也虽不是韩月君 可也担心自己的门牙 会不会就此被扯断 您要问疼不疼 深嵌进年糕里的牙 被毫不留情地一扯 那种疼呀 真是难耐呀 也又体验到了 一切安乐 皆源于困苦 这第四条真理 爷咕噜噜眼珠一拽 次下扫了一圈 发觉家人都已经内宅去了 执此惨败之时 在家里即便被女佣瞧上一眼 爷爷觉得窘迫难当 于是打定主意 索性且去拜访胡同里 二贤秦师傅家的三花小姐 爷自厨房溜到房后 三花小姐可是这一代有名的美貌翘猫 也毫无疑问的确是只猫 但对爱情却也略通一二 每逢在家中见主人脸色不悦 或遭女佣责骂而心情不畅时 爷必定会去拜访这位异性好友 向他倾诉一番 于是乎 不知不觉便神清气爽起来 忘却了迄今为止 一切的辛劳忧烦 仿若重获新生 女性的作用实在是巨大呀 爷心里想着 不知他可在家 隔着山树篱笆墙 从空隙中张望 但见三花小姐 正带着正月里的心象圈 端坐于阎廊下 她的后背圆润适度 美得难以言喻 曲线玲珑 美不胜收 尾巴弯得恰到好处 脚步盘叠的形态 懒洋洋 微微煽动耳朵的情景 真是形容不出来的美 特别是 她高雅地端坐在 温暖和煦的阳光下 尽管姿态显得那么静暮端然 一声光滑地 晒过天鹅绒的毛 反射着春日的阳光 令人觉得无风自动 爷出神地望着她 心最神奇 好伴上才回过神来 低声轻唤 三花小姐 三花小姐 边叫边晃动着前爪打招呼 呀 老师 她走下阎廊 走动间 红像圈上的铃铛 叮铃铃地响 哦 到了中月 就要带铃铛呀 声音可真好听啊 爷正满心赞叹 三花小姐已至身旁 她将尾巴向左一摆 喝道 啊 老师 恭贺新年 五等猫族之间 互至问候之时 都是将尾巴竖起来 绷得像根木棍似的 向左边一摆 再转一圈 这条街上将爷称为老师的 也就只有三花小姐了 正如前回所讲 爷还没有个名字 但因是住在老师家里的 所以得三花小姐 尊称一声老师 爷也能被尊一声老师 心情自然不错 便满口硬称道 是 是 啊 同贺同贺 您打扮的真是太漂亮了 啊 是去年年底师傅给买的 漂亮吧 他叮铃铃晃动铃铛 让爷瞧 这声音确实美妙呀 在下有生以来 还不曾见过这么漂亮的铃铛呢 哟 哪儿的画 大家带的不都一样吗 说着 他又叮铃铃晃动起铃铛来 很好听的声音吧 我很喜欢呢 说着 不停晃的铃铛叮铃铃作响 看样子 您家师傅真是非常疼爱您呢 也将自身与他相比 心中不由暗暗留入出羡慕之意 三花很是天真无邪 真的呢 他简直带我 如自己亲生女儿一般呢 三花天真的笑道 纵然是猫 也未见得就不会笑 人类以为除了自己 就没有动物会笑了 这可是大错特错的哦 不等猫族笑起来 是将鼻孔弄成三角形 震动咽喉部位发酵 人类自然是不知道的 您家主人 究竟是做什么的 嗯 我家主人 真是个怪问题 他是一位师傅呀 二贤琴师傅嘛 这个我也知道啊 我问的是他的身份 从前 应该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吧 是啊 等着你的武松针 拉门后 师傅奏起了二贤琴 琴声好听吧 三花自豪地说 是很好听 可我不大懂 到底奏的是什么曲子呀 啊 那个 叫什么来着 师傅可喜欢那个了 师傅都62岁了呢 多硬朗呀 活了62岁 是够硬朗的 也干巴巴地 哦了一声作答 的确是木讷 可实在想不出 什么漂亮话来 所以 也是没法子的事 别看那样 听说 他原来的身份可高贵了 经常念叨呢 呦 原来是什么身份 听说好像是天章院夫人的密书官的妹妹 出嫁后的婆家的外甥的女儿 啥 那个天章院夫人的密书官的妹妹出嫁后的婆家 原来是这样 等等 天章院夫人的妹妹的 哎呀 错了 是天章院夫人的密书官的妹妹的 好 首先是天章院夫人对吧 对 然后是密书官对吧 对 出嫁后的 是他妹妹出嫁后的 对对 我总是搞错了 是妹妹出嫁后的婆家的 婆家的外甥的女儿 是婆家的外甥的女儿 对吧 对 明白了吧 没明白 太乱了 不得要领啊 说到底 他究竟是天章院夫人的什么人呀 你可真是个棒吹呀 是天章院夫人的密书官的妹妹出嫁后的婆婆的外甥的女儿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这一点我已明白 明白这个就行了 哦 无奈也只得投降了 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揣着糊涂装明白 拉门后的二贤琴声戛然而止 传出师父的呼唤声 三花 三花 吃饭了 三花小姐开心道 呀 师父叫我呢 我要回去了 你自己没问题吧 他无奈地同我道别 那么再见 有空再来玩吧 叮铃铃一串铃声响起 他已跑到亭前 突然又匆匆折返回来 担心地问道 您脸色很糟糕 没什么事儿吧 因为吃灰年糕 吃得跳舞这种糗事 教爷怎么说得出口 只得回答他 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想点什么事儿 头就疼 觉得跟你说出话就好了 所以就来找你来了 这样呀 那请多保重 再见 看来他对爷 还有点依依难舍呢 于是遭惠年糕打击的精神头 又恢复了 心情顿时大好 回家途中生出了 穿过那座茶园子的念头 便踏着出容的双柱 从贱人似坍塌的断臂处 探出头去一瞧 正瞧见 车夫家的黑子 又在枯局上 弓背打哈欠 如今爷见到黑子 再也没有当初 那种恐惧的感觉了 只是觉得跟他说话 是个麻烦 所以打算假装没看见 就静止穿过去 按照黑子的性情 被人轻无小事了 他是绝对不会默不作声的 哎 没名的乡霸佬 你近日很嚣张嘛 不管吃了多少教师家的饭 也少摆那盛气凌人的架势 眼里没人 可就没意思了 看来黑子还不知道 也已经是明猫了 想给他解释一下 可这家伙到底是个不懂事的 也便决定寒暄敷衍他几句 好尽快脱身 哎呦 是黑子哥呀 新年好呀 你还是那么精神 爷竖起尾巴 向左画了个圈 黑子却只是竖起尾巴 并不还礼 什么新年好 人家正月才拜年呢 你呀不年不节的 拜个屁的年呀 当心点 瞧你那虚头八脑的样 虚头八脑的样 肯定是句骂人的话 可是爷不懂 只得问 请教一下 虚头八脑的样 是什么意思 哈 你这家伙 还真是犯贱 有找骂的爱好呀 居然还问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 你是个正月野狼呢 正月野狼 还挺有诗意的 只是 意思比虚头八脑的样 更叫人不明白 也本想问问 日后好做个参考 可问了也是白问 肯定不会得到明确的答复 于是便只好相对无言地 默默站着 一时间觉得有点别扭 正在此时 忽闻黑子家老板娘 扯着嗓子高声嚷道 哎呀 碗架上放的鲑鱼不见了 糟糕 准又是黑子那畜生偷的 除了那只可恨的猫 再没别个 等你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怒吼声 毫不留情地搅乱了 初春的田径气息 彻底俗化了 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 黑子带着一副 爱嚷就嚷吧 让你嚷个够的蛮横神器 方下巴向前一探 递了个听见了吧的眼色 爷一直忙着与黑子应对 不曾留心其他 此时一瞧 方才发现 黑子脚下 有一块约直二离三分前的鲑鱼骨头 上面滚满了泥 忘了之前的情势 不由得奉承的 老兄勇猛 一如当年呀 黑子自然不会因为这么一句奉承话 就捐气前嫌 说什么勇猛 你这家伙 不过叼一两块鱼骨而已 就说什么一如当年 别门缝里看人 把人瞧扁了 老子可是车夫家的黑子 他用右前爪 倒着脑上尖头 全冲着撸胳膊 挽袖子 您黑子哥的世界 在下耳闻已久矣 比计知晓 还说甚一如当年 那算什么事啊 黑子不断地挑刺扎毛 若是个人 早被揪住前金 轮圆拳头胖揍一顿了 爷正觉束手无策 今日恐怕麻烦大了 恰在此时 又传来了老板娘的大嗓门 喂 西川先生 喂 我说西川先生呀 我这儿有点事啊 请您立刻给我 送一斤牛肉来好吗 明白吗 不硬的牛肉 送一斤来 他订购牛肉的声音 打破了四周的寂静 哼 一年就订一回牛肉 还特意扯着大嗓门嚷嚷 一斤牛肉 他也好意思向四伶炫耀 口门的娘们 黑子插着四条腿嘲讽道 也不便搭枪 就在一旁默默瞧着 就一斤来肉 怎么够 没办法 算了 肉一送来 老子就立刻享用了吧 这话说的 那一斤牛肉像是专为他订购的似的 这可是真正的大餐呀 美灾 妙灾 也想让他尽快滚回家 你屁事不懂 少啰嗦 闭嘴 说着话 他突然用后腿 跑起冰茶 就往爷当头洒下 爷吃了一惊 就在陡落身上泥土的袋 黑子钻过篱笆墙 销声匿迹 不知去向了 大约是 去阻击西川家的牛肉了吧 回到家中 不知何时 客厅里已是一派春意盎然 就连主人的笑声 听起来也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爷从敞着门的严狼溜进去 靠近主人身旁一瞧 原来是有生客到来 客人梳着起整漂亮的分头 身着戴家辉的和服 外照小仓部的短外挂 看起来是个极老实 淳朴的书生样男子 爷从主人手楼里的一脚望出去 一张名片和春庆牌香烟 一张名片的涂漆烟盒 并排放在一起 上面写着 仅介绍月至东风军 至问候水岛寒月的字样 于是爷知道了来客的名字 也知道了他是寒月先生的朋友 他们宾主聊到中途 爷才回来 所以对他们所谈之事的来龙去脉 不大清楚 不过好歹能猜出来 似乎是与前文介绍过的那位美学家 弥婷先生有关 弥婷先生说 那是个有趣的计划 让我一定要随他同去 客人淡淡的 什么 你是说去那个西餐厅吃午饭的计划吗 主人将蓄满茶的杯子 推至客人面前道 啊 那个所谓的计划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我想他那个人办事 总会搞点什么花招出来吧 你们一起去了 怪不得 不过还真是挺意外的 主人没捞到什么 你见识到了吧 而是啪的一下 在正蹲在他膝头上的 爷的脑袋上敲了一击 还真有点疼 他又耍了些愚蠢的把戏吧 迷婷就是有那种坏毛病 主人突然想起了 安德利亚德尔萨尔托那件事 他问我 你想吃点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吃什么了 他先是边看菜单 边聊了些各种料理的话题 是在还没点菜之前 是啊 然后呢 然后他转过头去望着试者说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吗 试者不服气了 问他 压力几何小牛排 您意下如何 先生却说 要吃那等平庸之物 何须特意来此 试者不明白平庸为何意 所以就神情古怪的不吭声了 就是内德性吧 然后他又扭头对我说 你呀 要是到了法国或英国 就可以敞开了池天明调和外夜调了 可在日本 到处都是一个调调 让人根本提不起兴致进西餐厅 他这话说的气度非凡 哦 那位迷婷先生 到底有没有去过外国啊 什么 迷婷去过外国 若是有钱又有时间 只要想去随时都可以去的 不过 他大约是把今后打算去的地方 说成已经去过了吧 第六集 是吗 我还以为他什么时候出过国呢 就不由得携耳恭听 而且 他就如亲眼见过一般 形容起什么油盐汤啊 炖青蛙呀 真是微妙微笑 那是不知道从哪儿 道听途说来的吧 他可是撒谎界的名人呀 的确如您所言 客人打量着花瓶里的水仙 摸出一丝遗憾之色来 那么 所谓的计划 就是这个吗 主人追问道 哪里 这不过才开个头而已 正题这才开始呢 哦 主人适时地插入了 好奇的感叹词 然后 迷婷先生就说 再怎么想吃油盐汤和炖青蛙什么的 轻易也吃不着 罢了 就吃点 像面方丸子怎么样 因为他是和我商量的 我就随意赞同说 就那个好了 啊 像面方丸子 妙呀 是啊 太妙了 不过 迷婷先生说得太一本正经了 我当时都没醒过闷来 客人看来 似乎是在为自己的粗书 向主人检讨 后来呢 主人漫不经心地问道 对于客人的歉意 没有表示半分同情 后来他就喊试着要两份 像面方丸子 试着向他确认 问是不是 牛肉洋葱丸子 迷婷先生 就用更加正经的表情纠正说 不是牛肉洋葱丸子 是像面方丸子 这样呀 那么 像面方丸子这道菜 究竟有没有呢 呀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呀 可迷婷先生 确实分淡定沉着 而且 他又是那么一味西洋通 尤其是在那个时候 我又对他出过国这件事 深信不疑 所以就为他帮腔 跟试着说 像面方丸子 就是像面方丸子 那试着是怎么应对的 试着呀 现在想来 真是太好玩了 他盘算了一会儿说 实在抱歉 今天凑巧没有像面方丸子 若是牛肉洋葱丸子 立刻就能给您盛上两份来 迷婷先生非常遗憾地说 行 我们好不容易跑到这儿来 就太没意义了 难道不能行个方便 弄两份给我们尝尝吗 他说着 递给侍者二十钱银币 侍者说 无论如何 帮你们去和厨师们商量商量吧 之后便进后厨去了 看起来 他是真的很想吃香面方丸子呀 不多时 适者走出来说 真是不凑巧 你要是定做这道菜 我们倒是可以给您做 就是要稍微多花点时间 迷婷先生沉静自若地说 反正大过年的 闲着没事 那就捎带片刻吃了再走吧 他一边说 边从兜里掏出雪茄烟 吞云土窝地抽起来 我也没辙 就从怀里取出日本新闻来看 于是适者就又进后厨商量去了 这也太麻烦了吧 主人如独 占地通讯稿般 劲头十足 又往前凑了凑 然后 适者又出来了 很过意不去世地说 最近做香面方丸子的材料缺货 连硅屋商店和横滨 山下厅十五届外国食品店都买不到 真是太遗憾了 迷亭先生对着我反反复复说 真是的 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也不好不说话 只得帮腔说 真遗憾呀 真是遗憾之至 诚然有理 主人也赞同道 怎么就诚然有理了 也不明白 似乎 适者也一副愧疚万分的模样说 若有了材料 请先生定要赏光丽临 迷亭先生便问他 是用的何种材料 适者只黑黑笑着并不作答 先生又追问说 材料是用的日本排剧诗人吧 适者回答 对 是啊 就是那东西 所以最近连横并也买不到 实在是万分抱歉 哈哈哈哈 原来这才是包袱呢 这可太逗了 主人一反常态地大声笑道 他双膝震动 害得小爷差点掉下去 可主人依旧笑得没心没肺的 唉 看来是因为知道了 遭安德烈亚德尔塞尔托荼毒的 不止他一人 所以突然变得开心 畅怀起来 然后我二人刚出了店门 迷亭先生就洋洋自得地问 怎么样 你配合得挺不错嘛 做下面方丸子的材料 这个点好玩吧 我赶紧奉承说 佩服之志 就跟他告辞了 其实 此时早已过了午饭的点 我肚子空空 实在受不了了 真是难为你了 主人这才奉上了一份同情 对此 爷也并无意义 一时住了话头 爷喉咙里发出的响声 便清晰地传入了 宾主二人的耳中 东风君将已经凉了的茶 一口饮尽 做庄重严肃壮盗 实际上 我今日冒昧登门 时事对先生略有所求 哦 你有何事 主人也不甘示弱地装腔做事 您知道 我是个文学和美术的爱好者 很好呀 主人顺势捧场道 前几日 仅由我们一些同号组成 发起创办了一个 名叫朗松会的组织 每月聚会一次 大家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 今后打算持续不断地举办下去 第一届活动 早已于去年年底举办过了 诶 我想请教一下 所谓的朗松会 听起来 似乎就是一扬顿挫的 朗读诗歌文章之流 那么 你们究竟要如何进行呢 哦 我们打算先从古人的作品开始 以后 渐渐地再朗松一些 同号们创作的作品 你所谓的古人之作 可是如白乐天的琵琶形之类的吗 不是 那是云谢武村的春风马低曲之流 也不是 那你们是要朗诵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前些日子 朗诵了 静松的新中物 静松 是那个唱 静流离的静松吗 提到静松 那就只有一个人 肯定是那位戏曲家 这种事还需要再问 也觉得主人已经 蠢到某种境界了 主人对此懵懂未觉 依旧亲密地 抚摸着爷的脑袋 这世间 就是有人自恋地以为 斜眼看她的女人 就必定是迷恋她 所以主人这点小小的误解 也就不足为奇了 也就任由她摸去吧 对 没错 东风君一边回答 一边偷眼 屈着主人的神色 那么 是由一个人朗诵呢 还是分角色朗诵呢 是分角色配合朗诵 我们的主旨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尽量与作品中的人物 保持情感上的共鸣 把人物的个性发挥出来 然后 还要配合首饰和身段 对白以尽可能地 凸显出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主 不管是千金小姐 还是小学徒 都要演得如真人在线 那 这不是像演戏一样了吗 是啊 就差没有服装和布景而已 不好意思 可我还是要问 能演好吗 嗯 作为第一次 我认为是成功的 那个 就是你之前所说的 心中物 就是船老大 载着乘客去方圆的那个部分 场面搞得很隆重嘛 教师只略微歪了歪头 从鼻孔里喷出 日出牌香烟 那烟雾掠过耳畔 顺着脸颊盘旋腾空而去 哪里 场面也没那么大 登场人物不过是客人 船老大 花魁娘子 女招待 老宝 剑翻几个而已 东风君 遗父算不得什么样子的 主人一听 花魁娘子 这个名词 面色便稍有不快 看来 他对于女招待 老宝 剑翻 这些术语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便先提出了质问 所谓的女招待 就相当于 妓院里的女仆吗 这个 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不过我认为 女招待指的是 茶屋的侍女 而老宝 大约是 妓女房中帮忙的吧 东风这人 刚刚还说要把 人物的腔调 模仿得唯妙唯笑 可此时却分明 对女招待和老宝的性质 不大了解 原来如此 女招待是隶属于 茶屋的娇花 老宝 是栖身于仓门的女人 接下来 所谓的剑帆 说的是人 还是特定的场所 如果说的是人 是男人 还是女人呢 剑帆 我觉得肯定是男人吧 是管什么的 哎呀 我们还没研究到这个地步 最近就赶紧查一查吧 也认为 照他们这么聊下去 最后大概会出来个 前后矛盾的结果吧 于是抬起头来 看了主人一眼 不想主人的神情 竟意外地认真 那么 朗诵者除你之外 还有些什么人参加 什么人都有呀 花魁娘子 就是法学学士 K君伴的 她留着小胡子 说的都是女人 娇较较较的台词 那真是古怪的有趣呀 而且 那花魁娘子 还有个红颜一怒的情节 朗诵还必须要发怒吗 主人担心地问 是啊 反正表情是很重要的 东风这人 甭管到哪 总端着一副文艺家的范儿 这怒顺利地发起来了 主人问得很是有趣 嗯 第一次发怒就要求发好 确实有点强求呀 东风也同样答得有趣 对了 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主人问 我是传老大 诶 你是传老大 主人那语气分明是在说 你要是能扮传老大 那我 岂不是能扮剑翻了 您是说 我演不了传老大吧 东风 立刻直言不讳地 把话挑明了 他并没有什么生气的样子 仍以一副斯文的腔调道 就因为扮传老大这事 好不容易筹办起来的活动 就那么 虎头蛇尾的草草收场了 事实上 会场隔壁是四五个女学生 租的宿舍 他们的消息 不知从何而来 如何得知 反正就是知道了 那天有朗诵会这个事 就偷偷来到会场的窗下偷听 我模仿着传老大说话 好容易拿准了腔调 心里觉得 这么演肯定是对的 正演到浑然望我之境 可能是身段动作 表演得夸张了一些吧 一直在窗下忍着偷听的女学生们 就轰然大笑起来 唉 我又惊又恼 情绪恶劣到极点 而且思绪一被打断之后 台词就再也接不上了 只得草草散场了事 原来第一次朗诵会的所谓举办成功 就是这般收场的 如果说的是失败的话 那又该是何等情形 想笑一下 便让人不由得发笑了 爷的猴头又无意识地咕噜噜响起来 主人的抚摸越发温柔了 笑话人的反被遭人笑话的怜爱 虽值得庆幸 可到底总有些心意难平 那可真是太不幸了 这大正月里的 主人竟说起调词来了 从第二次开始 我们打算奋发图强 巴朗诵会办得更加盛大 今日灯门 也全是为此事而来 其实 是想邀请您也入会 希望能得到您的大力支持 我可是 怎么也发不起火来的呀 态度消极的主人 立刻竣械不敏的婉拒 啊 您不会发火 没关系 这是赞助人名单 东风说着 从紫色包袱皮里 真而重之地 捧出一个小菊版的本子 请您在这上面 签名盖章 说着 翻开放在了主人膝前 一眼看去 字迹端正 排列整齐 全是当今知名的文学博士 学士的大名 啊 我倒不是不想当赞助人 但不知 要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呀 牟利先生 看起来一副担忧的样子 说到义务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硬性要求 只需签上大名 表示赞同也就是了 即使如此 我便加入吧 主人知道 无需承担什么义务 神色立刻一环 那副神情仿佛在说 只要不用他负责 便是谋反的誓约书 他也敢网上签名 加之 又是列于这些知名学者的名单中 虽然只是列上自己的名字 但对至今不曾遇过什么露脸事的主人来说 那 也是无上的殊荣 所以不怪他答应的这么爽快 请稍候 主人说着便起身去书房取印章了 也转眼间就被抛落在了榻榻米上 东风捏起点心碟子里的可思甜乐蛋糕 大口吃起来 他闭着嘴 大嚼特嚼了一会儿后 刺有些不太好受 那样子令爷想起了今早的惠年糕事件 主人自书房中取来印章的时候 恰是可思甜乐落入东风君胃中的时刻 主人似乎并未注意到盘里的可思甜乐已被一扫而光了 若是注意到了 第一嫌疑人大概就是爷了吧 东风走后 主人进书房往桌上一看 不知何时上面放了一封迷亭先生的来信 恭贺欣喜 新春大吉 迷亭君什么时候也正经起来了 主人心中暗道 只因迷亭先生的信几乎就没有正经过 前些时候来信居然写道 其后 别无另于恋慕之妇人 亦未得任何情书相赠 且安闲打发时光罢了 勿以为念 和这类书信相比 刚寄来的那封贺年帖 就意外的正常多了 本女过府败厄 然 与兄之消极主义大为不同 帝因与吉利积极方针 筹划迎此千载难逢之 新春佳节之故 而终日繁忙 以致头晕目眩 愿兄体地之下情 尚起见谅 怪不得 大正月里的 他定然是要忙于四处游乐的 主人心中暗赞迷亭先生 昨日偷得片刻闲暇 你请东风君品尝笑面方丸子 起料材料匮乏 未能如愿 实属憨事 差不多要露出原形了吧 主人默默地微笑 明日是某男爵家的 和歌指牌会 后日是审美学协会的 新年宴会 大后日是鸟不教授的欢迎会 大大后日 啰嗦 主人跳着行往下看 如上所言 摇曲会 排聚会 短歌会 心体诗会 等等 近日来各种聚会 接连不断地举行 一时之间 忙于出席应酬 无暇他顾 万般无奈 紧奉上贺铁 以冲败恶之礼 望请宽裕 浮起海涵 无事何须等门 主人对信自答道 带兄大驾光临之际 久别重逢之晚善 定当精心预备 寒舍虽无真修 尚有项面方丸子可待客 此刻便用心备下 又是项面方丸子 才还没完了 着实无礼 主人稍感气闷 然近日来 项面方丸子材料匮乏 以此情形来看 料想不及烹调 届时将奉上孔雀蛇一位 恭候大家 第七集 主人觉得 自己是两头都想抓 很想继续读下去 正如兄台所知 孔雀一只 其蛇肉之分量 不足小纸之半分 为田兄台 见十只大胃囊 一派胡言 主人不懈道 必要补得二三十只孔雀 方能以待尊驾 然 孔雀此物 仅动物园 或浅草花园等地 零星可见 普通鸟店之类地方 却向来难觅其宗 可谓苦心费尽矣 岂非自讨苦吃吗 主人毫无谢意地道 此孔雀蛇真羞 在昔日罗马全盛之际 从风靡一时 极尽豪奢风雅 为十人毕生垂涎之物 与此等资源匮乏之情形下 尚起见谅 什么见谅 混蛋 主人极为冷漠的道 直至十六七世纪 全欧洲的宴席上 孔雀已成不可或缺之真羞 莱切斯特伯爵 在凯尼尔沃斯城堡 宴请伊丽莎白衣室女王时 也曾以孔雀为代客之物 著名画家伦伯朗画 宴斌图时 亦将孔雀开平置于暗头 即使对孔雀料理史如此了解 又何故多番奔忙 主人发牢骚道 总之 近日这般频繁艳影 就连健康如比人者 却患上如胸台般的胃病 亦为妻不原意 如胸台般 这话太多余了 何必拿我做了胃病患者的标准 主人咕弄道 据史学家所言 罗马人日宴二三次 一日尚有二三餐 皆为十传满事 恐胃口再好之人 亦将患消化功能失调 如胸台般 又是如胸台般 简直岂有此理 然 为使奢华与卫生得以并存 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认为在大量享用美味之同时 亦有必要保持常味之常态 最终 钻研得以密法 哎呦 主人突然热心起来 他们饭后必入狱 入狱后 用一种方法 将之前吞下肚之物 悉数呕出 以达清洁胃部之功 既已奏胃部清扫之功 即可再次就餐 宝石珍修美味之后 再度入狱 入狱之后 再悉数偶出 如是循环往复 虽贪想美味 却于脏腑无损 予以为 此举堪称一举两得已 没错 这还真是一举两得了 主人燕先道 二十世纪至今日 交通频繁 燕饮骤增 这字不必说 只此军国多士 争俄二载之计 于自信 无等战胜国之民众 必效法罗马人 而今 恰是研究此入狱呕吐之术之良机 否则 却以为虽有幸 身为大国之民众 不久 亦尽皆如胸台般 沦为未病患者 思之令人心痛 又是如胸台般 这家伙真是可恨可恼 主人暗倒 直此之际 无人精通西洋文明者 考究西方之古史传说 发现久已失传之秘法 若应用于明智圣诗 可受防患于未然之功 辽暴平素 自意享乐之恩也 怎么总觉得 有点怪呢 主人左思右想 不解其意 一近日所涉猎 吉本 蒙森 史密斯等诸家住宿 却尚未发现 所需之端倪 甚感遗憾 然 正如胸台所知 别人志向一旦确立 便非成功不能罢休 坚信呕吐之法 据复兴之日不原意 一经发现 必及时相告 敬请胸台试念 令此前所述之 相面方丸子 即孔雀蛇真修 亦必在上述发现 事成之后奉上 若能如此 对比人有利之处 自不必多言 对苦于未病之胸台 亦大有弊义 匆匆喜旧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哼 到底又被他戏耍了去 这篇东西 写得也太一本正经了 叫人不知不觉 便看了进去 认真地读到了最后 大过年的搞这种恶作剧 迷停这家伙 果然是个大闲人哪 主人笑道 自那之后的四五日 再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就那么疯过无痕地过去了 白瓷瓶里的水仙花 渐渐地凋谢 绿鳄白眉 却在瓶中陆续绽放 终日赏花 虚度光阴 也觉得实在太过无聊 却拜访过三花小姐两次 却都未曾见到 起初以为她是出门去了 第二次去才知道 三花小姐正因病卧床 也藏身于洗手盆旁 一夜蓝的阴影下 偷听到了 隔扇门内师父和女仆的对话 花儿吃东西了吗 没吃 今早到现在 还什么都不曾吃过 先正让她躺在被炉旁 暖着身子呢 这话不像是在说猫 简直是作为人来对待了 一方面 以三花小姐的境遇 与自家相比 也是艳羡不已 但另一方面 又为心爱的三花小姐 能得此后代 而深感欣慰 真是仇人呀 不吃饭的话 身体定然乏力不振呢 是啊 就连我们 一天不吃饭 第二天也干不动活呀 女仆的答话 似乎猫是比她 更高等的动物 实际上 在这户人家 也许猫的确是 比女巫更高贵的吧 带她去看医生了吗 去了 那医生可古怪了 我抱着花儿一到诊所 她就问 可是受了风寒吗 说着就要给我好迈呢 我纠正她说 不 病人不是我 是她 就把花儿放在了腿上 那大夫却笑笑对我说 猫的病我也不懂看 你放一边不用管 它自然立刻就好了 这么说不是太恶毒了吗 我生气了 就说 你不给看就算了 它可是一只珍贵的猫呀 我就把猫儿抱在怀里 赶紧回来了 真是的 真是的 这种说法 在我们家 可是没法听到的 果然不愧是 天章院那位大人物的 什么人的 什么人的 什么人 若非如此 是说不出 这样的话来的 风雅非常 令人钦佩 她好像 丑丑大大在哭呢 是啊 定是染了风寒 嗓子疼 这风寒之症啊 任谁也免不了 要咳嗽的 天章院的那位大人物的 什么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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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仆 还真会拍马屁 说起猫时 也都用的是 丁铭语 而且 听说最近 又在闹什么 肺病之类的 真是呢 近来 静添些什么 肺病啊 黑死病 什么的 新鲜病症 这种时候 可丝毫大意不得呀 从前的 幕府时期 可没有这么 嫌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 你也要 当心点啊 是 小的会当心的 女仆 十分感动 说是染了风寒 可他也不大 出门呀 不是出门的事 跟你说吧 他进来 交了坏朋友了 女仆 仿佛在 谈论国家机密似的 那口气甚是得意 坏朋友 是啊 就是那边大街上 教师家里的 那只 邋遢的公猫呀 你说的教师 可是每日早间 没规矩 胡乱叫嚷的那位吗 对 就是他 一洗脸就乱叫 就像被掐着脖子 捶死挣扎的大鹅似的 像被掐着脖子 捶死挣扎的大鹅 这还真是个极佳的形容 吴家主人有个怪癖 他每天清晨 在卫生间刷牙时 都会把牙刷插进嗓子眼里 然后来一通肆无忌惮的 乱吼乱叫 心情不好时 他要嘎嘎的乱叫 心情好了 经历充沛时 也要嘎嘎的叫 也就是说 不管心情好不好 他都要一日不辣的 气势十足的 嘎嘎乱叫上一通 照女主人的话说 搬到这儿来之前 他并不曾有这样的毛病 是某一日突然开始的 自那之后 直至今日 便一日不曾间断过 这还真是个糟糕的怪癖 至于他为何要如此 坚持不懈地嚎叫 无等猫类 是无从理解的 那主仆二人八卦这些 倒还也罢了 如何又说爷是什么 邋遢猫 这也太没有口德了吧 爷竖起耳朵 又继续停下去 罚那种怪声 也不知是在念什么咒 明智维心以前 就连武士的仆一掌 和提携的仆人做事 都是懂得规矩体面的 在我们这个宅地区 还未曾有一人 是像他那样悉数的呢 可不是吗 女仆稀里糊涂的乐福 乱七八糟的 胡用叮叮雨 那样主人养出来的猫 定然是只野猫 下次再来 稍微敲打它几下子 定要打它一顿 花儿的病肯定是它害的 一定要给花儿报仇 爷竟无辜遭此不白之冤 这事儿万万鲁莽不得 哎 既然不能轻易靠近 见不着三花小姐 也只能样样地打道回府了 回到家中一看 主人正在书房中 执笔沉吟 若将二贤秦师傅家 听来的评价告诉他的话 他想必要爆跳如雷了吧 但常言道 不知者 无烦恼 主人此时正哼哼唧唧 假作神圣诗呢 正在此时 特意寄来贺年铁说 自己终日繁忙 无暇来访的 迷婷先生 竟飘然而至了 有何 您还做新体诗呢 有何佳作 拿出来给我看看 迷婷道 啊 有一篇 我认为还不错的文章 打算试着翻译过来 主人肃然道 文章 何人的文章 究竟是何人所作 我也不知道 是无明事呀 无明事中 也有极妙的佳作呢 可不能小觑 究竟看在何处 迷婷问 第二读本 主人淡淡答道 第二读本 第二读本怎么了 我要翻读的那篇好文 就是第二读本中 刊登的呀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莫非是 打算借机 暴孔雀蛇之仇 我和你那种 胡吹法螺 可不一样 主人 黏着小胡子 泰然自若的 从前有个人 问山羊先生 先生 近来有何佳作 山羊先生 便拿出 马夫写的 催债单说 近来佳作 当首推此篇 已有这么个典故 所以 说不定 你的审美观 也有意外 可取之处呢 是哪一篇 且读来听听 我也品评品评 迷婷这话说的 仿佛他自己 就是个审美专家 主人以坐禅和尚 读大灯国师 遗训的腔调 开始念叨 巨人引力 什么 巨人引力是什么 巨人引力 是标题 真是古怪的标题 我都没搞懂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有个名叫 引力的巨人 意思有点牵强 不过这是标题 且先由得你吧 接下来 快念正文 你的声音挺好 听起来 还蛮有意思的 你可别瞎搅和 主人先打了预防针 才又接着读下去 凯特从窗口 向外眺望 看见小孩子们 在投球做耍 他们把球 高高高抛向空中 球越升越高 片刻后 坠落下来 他们又把球抛上去 连抛了三次 每次抛上去的球 都必然会落下来 凯特问 球为什么会掉下来 为什么不能一直 向上升 那是因为 有巨人住在地下 母亲回答她说 她就是巨人 引力 她很强大 能将万物吸附向几方 也将房屋 牢牢吸附在地上 否则 房子就会漂浮在空中 孩子们也会飞上天空 你见过 飘落的叶子吗 他们也是受了 引力的召唤 你的书本 也掉落过吧 那也是巨人引力 命他们落下去的 皮球生在空中 巨人引力 就会召唤她 一受到召唤 皮球就落地了 就这么点 嗯 很不错吧 呃 小弟心悦诚服 真是出人意料 竟打击报复了 我的巷面方丸子 我这可不是 什么打击报复 实在是好文章 这才试着翻译过来的 贤弟不这么认为吗 主人道 目光直看进 金丝边眼镜后的 那双眼睛里 真是叫人惊讶呀 不想 胸台竟有这般本事 这回 算是上了你一个大当 我认哉 认哉 迷婷自顾自的 单方面认输 主人却全然不配合 道 我完全没有 要折服你的意思 只是觉得文章有意思 单纯地示意一下罢了 是啊 确实有意思呀 若不是来这么一下子 也难见真章 真是厉害呀 惭愧 惭愧 何须如此惶恐 我近来已放弃了 画水彩画 改为想做做文章了 为什么 那可不比远近亲书不分 黑白善恶不变的水彩画呀 钦佩之极 得你这般夸赞 我也就更有干劲了 主人彻底误解了人家的意思 上回失礼了 正在此时 韩月先生嘴里倒着饶 跨进门来 哎呀 失敬 是财拜文 旷是名篇 以便消除 项面方丸子之阴魂 弥庭先生 一丝暧昧地暗示道 啊 是吗 韩月的寒暄 也同样暧昧不明 为主人 神色淡淡的 并不那么热心 他说 前几日 你介绍的那位 月智东风君 曾到韩社来访 啊 他来过了吗 月智东风君很正直 就是人有点古怪 我还想 他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呢 可他非要我 把他介绍给您 倒也没什么麻烦的 主人说 他到这儿来 可曾为自己的姓名 做过什么解释吗 韩月问 没有 好像没提过这事 主人道 是吗 他有个毛病 不管去哪儿 总要对初次相识的人 讲解一番自己的姓氏 怎么讲解的 唯恐天下无事的谜题 迷亭先生 插嘴问道 他非常担心 有人把东风二字 用音读的方式来念 哎呦喂 迷亭先生 从金塘格纸的烟袋中 捏出些烟叶来 他会告诉你 我的名字不读作 月智Tohu 而是月智Kochit 韩月解释道 妙哉 迷亭先生 把云井排硝烟 直吸入腹中深处 这完全来自于文学热 如果把东风读成Kochit 月智东风读起来 就成了Ochikochi 成了远近这个词的谐音 而且姓和名还压上了韵 对此他很是自得 因此他常发牢骚说 若把东风二字 用音读的方式来念 就白费了我的一片苦心 这还真是够古怪的 迷亭先生得意忘形的 富佑江云井排香烟 自腹中深处 经由鼻孔喷出 那缕烟雾途中不变方向 灌进了嗓子眼里 先生握着枪管 枪得坑坑不住咳嗽 前几日他来时说 他在朗诵会上扮传老大 遭到了女学生们的嘲笑 主人笑道 哦 这可真是 迷亭先生用烟管 在膝头敲打 也觉出有危险 便稍稍离主人远了些 长篇小说《我是猫》 作者夏木树石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